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 圣灵更新 活出圣经和义荣神 基督教牧养与社会学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两者都涉及到人类的信仰 价值 行为和社会关系 基督教牧养是指基督教信仰中 上帝与信徒 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怀 指导 教导和成长的过程 社会学是指对人类社会的结构 功能 变迁和问题的科学研究 两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来探讨人类的生活和意义 基督教牧养与社会学的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基督教牧养可以借用社会学的理论 和方法来分析和评估牧养的效果和挑战 例如 可以用社会学的概念如社会化 规范 角色 文化 阶层 冲突等来理解牧养者和被牧养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 也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如调查 访谈观察等来收集和分析牧养的资料和反馈 社会学可以受益于基督教牧养的视角和价值来丰富和批判社会学的研究和应用 例如 可以从基督教牧养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尊严 责任 自由 爱 正义等价值 也可以从基督教牧养的价值来批判社会学中存在的偏见 假设 限制等问题 基督教牧养与社会学都可以相互对话和合作 以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和进步 例如 可以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 如贫穷 暴力 歧视 环境等 共同探讨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 也可以在一些实际的服务上 如辅导 教育 发展等 共同提供资源和支援 社会学是什么 社会学的定义可以有不同的版本 但一个比较通用的说法是 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结构 功能 变迁和问题的科学研究 社会学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如调查 访谈 观察 统计等 来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数据和资讯 并根据这些数据和资讯 建立和检验一些关于社会规律和原理的理论和假设 社会学也运用这些理论和假设 来解释和评价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 并提出一些改善或解释和建议的建议和方案 社会学的范围非常广泛 它可以从微观层面 探讨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 互动 信念 价值 角色等 也可以从中观层面探讨组织 制度 文化 阶层 运动等 还可以从宏观层面 探讨全球化 发展 变革 冲突等 社会学涵盖了各种与人类生活相关的领域 如教育 家庭 宗教 政治 经济 媒体 健康 环境等 社会学也关注了各种影响人类社会的因素 如性别 种族 阶级 文化 科技等 信仰与神学都是以教会为基础 同时也孕育了教会 以不断建立和更新教会为目标 故此 没有教会也就没有神学 和教会不相关的信仰研究就是宗教研究 在教会里 上帝与信徒的关系是透过阅读圣经去认识 因为是上帝主动向人启示 而并非人寻找到上帝 而透过寻求对信仰的理解 他所确认的关系就是上帝是创造者 人类是创造物 在圣经中 上帝更以牧者和羊的关系 比喻为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 这也就是牧养的关系 如何在牧养的关系中 信仰寻求理解 也就是牧养神学的核心课题 也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课题 故此 牧养神学 不是所谓的使用神学 乃是教会这个信仰群体 从圣经 历史和经验中去了解上帝和人的关系 并在建立着牧养关系中 不断反思和了解信仰 故此 牧养者和被牧养者的关系 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 在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关系 两者的角色和执事 也就是牧养神学最基本的关注 圣经吉甲邀请大家 分享 赞好 订阅 留言 影片完结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